闹得满城风雨的外汇投资公司JJPTR解救普通人出现新的进展 警方今天证实他们接获新的投报 而且投报者是一名飘扬过海而来的台湾诚信男子 全国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拿督艾克里沙尼透露 这一名现年37岁的台湾男子 昨天下午2点到吉隆坡金马景区总部投报 该男子声称自己也代表另外56名台湾受害者 据了解这57名台湾投资者的损失总额高达4850美元 也就是将近18万令吉 他们都是JJPTR的第一期投资者 这也是警方第一次接获来自台湾的投报 这名台湾男子去年11月在朋友的介绍之下 被投资1000美元可获得每个月200美元的高额回酬所吸引 于是加入JJPTR投资计划的行列 当时他投资500美元相等于将近2200令吉 可是他在12月获得100美元的回酬之后就分文未得 直到今年4月 他得知JJPTR在大马崩盘的坏消息后 试图找回中介追问但不成功 于是他决定亲自来马一趟 希望能拿回500美元的本金 艾克里沙年指出 基于JJPTR投资者是在台湾进行汇款 因此我国警方将会联系台湾警方 建议他们开档调查 此案也已经移交给宾州警方跟进 截至目前为止 警方前后共接获了47宗 与JJPTR有关的投报 市集金额将近40万令吉 NTV7综合报道